第四十九章 必杀技的吸引 激动隐约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刺入了自己的中指之中 正所谓食指连心 强烈的刺痛令他不禁微微皱眉 烈焰握着激动的手 一会儿的功夫 缓缓松开 在松开之前 他特意捏了激动先前刺痛的中指一下 激动看向自己的手指 并没有任何不妥 也没有一丝伤痕 烈焰微微一笑 回去吧 以后你会明白的 好 烈焰不愿说的事 激动就绝不会问 这既是一种默契 也是绝对的信任 烈焰 再见 红莲卷起 激动消失不见 看着他消失的地方 烈焰眼中流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浓郁的魔力波动悄然舒展 烈焰抬手一弹 一朵红莲之火飘然而出 红莲在空中放大落向地心壶之中 一会儿的功夫 地心壶中央 沿江滚滚波动起来 在那放大到直径五米的红莲之火承托下 一枚巨大的诞生了起来 但壳外围 包裹着金黑两色光芒 内部也是光芒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烈焰手指在弹 一颗直径与金壁差不多的红色血珠飘然而出 在空中化为丝丝红芒 从四面八方融入到蛋壳之中 每一道血丝上都有一层红芒保护 轻松地穿过蛋壳外围的金黑光芒进入其中 做完这些 那朵巨大的红莲 又带着巨蛋重新没入岩浆湖内 烈焰难难地自言自语道 血液微桥梁 再不需要任何契约 当激动回到自己的房间时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他这次在地心湖修炼超过了八个时辰 体内充盈的魔力有着明显进步 略微回想了一遍这一夜所得 满意地走出房间 来到操场上 慢跑起来 黎明的空气格外清新 体内的气血在慢跑中渐渐从修炼状态平复下来 正跑着 突然 激动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扭头朝身后看去 只见一道人影很快追了上来 来到他身边 与他并肩前行 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我的学弟 听说 你已经进入了阴阳学堂 来人微笑着 向激动说道 这个人一身黄色校服 身材比激动要高上多半头 相貌英俊 眉宇间带着几分傲气 正是在调酒师工会让激动压制地抬不起头来 也是阴阳学堂中拥有特使号令牌的基业商 激动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我也很意外 在这里能见到你 基业商似乎一点也没看出 激动那句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昨天我就去找过你了 不过没敲开你的房门 想来你在修炼 我住的地方离你很近 你一出门 我就知道了 这可不是碰巧 你找我有什么事 报复 激动扫了他一眼 基业商赶忙摇了摇头 怎么会 你不要以为天干学院管理松散 其实 这里的规章制度 比任何其他学院都要严格得多 一旦触犯 就没有任何人情可讲 学院不反对挑战 但却反对私斗 尤其是我们这些阴阳学堂的学员更是如此 我找你是为了那天你调制的一社酒日 你不知道 那天你走后 我们中原城分会就天翻地覆了 尤其是在品尝过那酒杯太阳陨落之后 陈骁副会长已经特意修书 送往北水帝国总会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却不得不说 你是一位令我无法想象的顶级调酒师 我没见过杜斯康大人调酒是什么样 可我觉得 用酒神二字来形容你并没有什么不妥 激动依旧是那副淡漠的表情 你找我就是为了对我说这些 基业商嘿嘿一笑 道 当然不是 我是代表工会来找你的 以你的能力 要是肯加入我们 至少也是咱们分会副会长的位置 以你的能力 在调酒界一名惊人更是毫无问题 兄弟 之前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只要你愿意加入分会 就算让我磕头赔罪都没问题 激动停下脚步 正是基业商 首先 我和你还谈不到咱们二字 其次 你也不是我的兄弟 我更不会加入你们中原城分会 想让我加入调酒师工会 也不是不可能 前提只有一个 有人能在调酒上击败我 否则 以后就不要来烦我 说完这些 他转身再次加速向前跑去 激动 你等等基业商 不死心地赶忙追了上来 你来天干学院 不就是为了学习的吗 一个必杀技 怎么样 只要你同意 我现在就把必杀技的修炼方法给你 听说你是阴阳双火系 丙火系还是钉火系的必杀技 随便你选 激动横了他一眼 不需要必杀技都不行 基业商愣了一下 激动 你要知道 加入我们调酒师工会 可是好处多多 根本不需要你做什么 每个月还有丰厚的酬劳 这样吧 我就替分会长做主了 两个必杀技 丙火系 丙火系各一个 这下总可以了吧 只要你修为达到三贯之后 就有修炼的可能 以后学院中你需要什么帮助 我也会尽可能帮你 激动这次索性不再理会他 就跟没听到似的 继续向前跑 基业商脸色终于变了 激动 你不要太过分 是才傲物 也要有个分寸 激动二次停下脚步 我的话不会改变 想让我加入调酒师工会 可以 让杜斯康来击败我 我无条件加入 否则的话 就不要来烦我 还有 在天干学院 我也不需要你帮忙 修炼 是要凭自己本事的 你 基业商 本身就是极为骄傲之人 可眼前的激动分明 比他还要骄傲上几分 心中怒火燃烧 激动 你会后悔的 得罪了我 在学院里我拿你没办法 但是 我必须要提醒你 咱们阴阳学堂的首席 也就是拥有特一号令牌的学长福瑞 同时也是中原城分会的会长 你上门挑衅 令工会颜面无存 福瑞大哥不会放过你的 哪怕是在学院之中 有雷蒂之称的福瑞大哥 也有着其他学员所没有的特权 那又如何 激动冷冷地回了一句 索性不再跑步 转身就向土系教学楼走去 在操场上你跟着我 我回房间总可以吧 听了激动这句话 基业商也愣住了 在他心中 雷蒂福瑞在天干学院的学员之中 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哪怕是阴阳学堂内排名第二 第三的学员也绝不敢如此说话 雷蒂的火爆 连一众导师们都要忌惮 他也是唯一一个敢于顶撞 学院董事会的人 可眼前这不过十几级 还不到十五岁 刚刚入学的新生 竟然敢这么无视雷蒂的威严 看着激动的背影 基业商忍不住说道 果然是无知者无畏啊 激动 看来我要为你祈祷了 使用令牌 回到阴阳学堂 激动拿出夜心给的地图看了看 他对阴阳学堂内的路径还不熟悉 地图必须随身携带 食堂就在阴阳学堂一层东侧 去吃些早点 也就该是清晨集合的时候了 当激动来到食堂的时候 一进门就吓了一跳 倒不是因为别的 实在是这里的人比他想象中要多上许多 昨天叶新说过 算上他和冷月 阴阳学堂的学员也不过五十人 可他一走进这足有五百平米的食堂时 放眼望去 至少有不下百人 穿着各异 大都是二 三十岁的年纪 也有五 六十岁甚至更大的 食堂的左侧 一串长桌连接在一起 至少有超过三十种食物 要知道 这可是早餐 甚至在最内侧 还有一个五十平米左右的酒吧 那边也坐着几个人 不知道是喝酒还是在喝饮料 一张张食桌摆放在食堂中央 别说是五十人 就算是五百人 这里也容纳得下 请出示令牌 一个听上去有气无力的声音响起 激动扭头看去 只见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正看着自己 掏出令牌递过去 那妇女看了一眼 指了指吃的东西 随便吃 不要浪费 谢谢激动的六感比 普通人要强 最擅长于观察 还没等她仔细看看 这食堂中都是什么人 已经有两个声音叫起了她的名字 激动 激动哥哥 冷月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左手还拿着一枚刚刚包好皮的鸡蛋 另一个人就让激动有些无语了 正是头发乱蓬蓬 身上衣服破得比乞丐还要厉害的祝老二 激动哥哥 给你吃 冷月把手中的鸡蛋递过来 看着他那清澈的大眼睛 激动接过鸡蛋 摸摸他的头 谢谢你了 祝老二走过来 嘿嘿一笑 道 兄弟 赶快吃饭吧 待会儿就要集合了 你的导师很不错 跟着他修炼绝对有前途 祝老二的嗓门相当大 他这一声兄弟叫出来 食堂内落真可闻 有几个夸张的 甚至连手中的食物都掉落下来 大张着嘴看着这边 祝老二有些得意地像激动使了个眼色 这才重新回到自己先前的位置 去吃早饭了 显然他刚才这一声是特意叫出来的 对于这个有点疯疯癫癫的老头 激动心中不禁升起几分好感 他这是为自己造势呢 更为重要的是 连烈焰都说他值得信任 防备之心进去 激动随便选了一些食物 冷月跟在激动身边 低声道 激动哥哥 那个怪老头 为什么管你叫兄弟啊 激动微微一笑 道 我们是异性兄弟 忘年之交 冷月愣了一下 这样也可以 激动哥哥 我先过去吃饭了 叶欣姐姐叫我呢 激动点了点头 目送冷月蹦蹦跳跳地 跑向内侧的一张桌子 那里坐着叶欣 和另外两名年纪较小 却同样是紫衣的女子 叶欣自然也看到了激动 眼底闪过一丝淡淡的一样 向他点了点头 激动微微还礼 这才去随便选了一些食物 坐在角落中一张空桌子上 吃了起来 他能感觉到 几乎食堂内每个人的目光 都凝视过自己 但却并没有人议论 天干学院的伙食 绝对要比离火学院好的太多了 近八个时辰的高强度修炼令激动 早已感到有些疲惫 吃下早饭后 精神明显恢复了几分 心中暗暗盘算 自己的修炼方式 还要有所改进才行 过高的修炼强度 会让自己无法恢复精力上课学习 以后每天晚上 在地心湖修炼的最后一个时辰 不能再练习技能 要尽可能在恢复魔力的同时休息 冥想本身就是很好的休息方式 一层大厅 位于阴阳学堂一层正中 也就是那个类似于 电梯机关处下来后 直行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来到这里 才能真正感受到 阴阳学堂这片地下建筑的宏伟 一层大厅足有十米高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边长百米的小型操场 大厅内极为空旷 只有周围墙壁上雕刻着石系图腾 激动来到这里时 一些人已经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此 但却很少有人交谈 大多是两两一组 激动发现 这每一组的两个人几乎都是一个年纪大些 一个年纪轻些 看来这里果然是一对一的教学了 有多少学员 就有多少位老师 你就是激动 正在这时 一个低沉 宛如闷雷般的声音 从激动背后响起 这声音来得很突然 以至于激动一点 准备都没有 被吓了一跳 猛然回头 顿时看到一名身穿火红色长袍 白发红眉的老者 白发整齐地疏拢在脑后 一双黑眸光芒闪烁 古朴的面容毫无皱纹 以至于无法看出确切年纪 令激动吃惊的是 从这位老者身上 他竟然感受不到一丝魔力波动 甚至感受不到一丝人类的气息 这也是为什么 他那么灵敏的感觉 先前却没有丝毫发现的原因了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他 激动觉得有些眼熟 您是 激动疑惑地问道 以后 我就是你在天干学院的专属老师 我叫祝容